新加坡的东南亚联合世界书院 有一百多位师生 到慈济环保教育站参访 还亲手做回收分类 体会珍惜资源的重要 一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师生 因为出席2015年原方国际会议 到新加坡慈济环保教育站参访 从环保角度体验今年会议主题 行动今天 明天改变 这些都是移植物件 所以我们称为是资源 人们以为的废弃物 其实有许多是珍贵的资源 在一堆杂物中 学生们看到平时随手丢弃的 原来可以回收再置 用单手做分类 体验其中的不容易 我们有两个手 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世界 这让我感受到 我们的世代 有很多东西我们想购买 所以我认为最后 我去外出买东西 我认为是真正好 宝特瓶拆解分类虽然繁琐 但当大家了解到宝特瓶 可以再制成赈灾毛毯 整个过程是环境与人心 人心的循环 我们很幸运 跟布特瓶 我们的主题是 保持性 你们刚刚显示 是最终的 保持性 我会再製造更多 并不再争论 我会再製造更多 自备环保餐具 享用一顿可口的素食午餐 这群学生在短短半天行程中 学到也做到身心的环保 大安新闻林翠莲 姚玲玲新加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